一個方向,木頭的部分我們也算熟悉 這邊過去還有幾個類似的案子,餐廳還有那個 你是說不是農博? 不是,在農博裡面 在農博裡面,餐廳的? 是哪一個餐廳? 就在前面,可是還沒完工 那個也是用竹子的? 對,我們這邊有三四個案子都是竹子的案子 包括一個竹子在前面 我們這邊寫一下,你是這個展場什麼展場的策展人? 我們這個案子主要是 主要是那個慈欽基金會 寫一下吧 慈欽,對 對 慈欽基金會 對 你是慈欽基金會的成員? 對 我想問一下,你裡面到時候的展示 我想問小朋友看得懂 他說他是一個簡單 因為像你剛剛講的其實是一個 有一點那個啦 對,我覺得對小朋友比較大的 我們大部分都是可以紋 可以摸,可以看到的東西 就是比較自信 比較自信的內容呢 你要進一步用Qmacode才會有 對 所以你說你那時候就是要有慈欽 對,就是跟進一步的那個訊息的話 我們使用Qmacode 裡面的話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裡面就是,啊,風景很漂亮 啊,這裡很香 啊,這裡很好摸這樣 我們會講得很簡單 我們會講得很簡單 對,啊,如果需要深入的話 我們再 在 有進一步的那個 index 就是索印 不期待說大家在這裡面就完全的了解 那太多了 那個,沒辦法消化 概念比較深嗎? 比較深的 留下你 因為我自己有做一條木船 所以我對木頭族的感覺 木船 名字 我也常常去滑 這個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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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的名字 電話跟那個email address 我跟你交流一下 可以 上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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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好 手機跟email 方便的話 留給我 謝謝 你有木船啊 你做什麼木船? 我也有一艘 我有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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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子啊 這件事的那種 組合式的那種 獨木舟 OK 我10月26號才來台南比賽啊 那個10公里的岸平運航裡面 我們那一組棒 我們那一組36條船 我第三名吧 走囉 走囉 往前走 所以你自己也滑多木舟 OK 他儲取千名 喔真的嗎? 喔 所以是 乾 乾明媛 乾三七四是吧 乾 九三七四 九三七四 乾就是可以 九三七四 對 七七四 好謝謝 謝謝 乾明媛建築師 大家給他一個掌聲鼓勵 謝謝 歡迎我們部長完 再來 再來參觀 那個左前方有一個小廚 不好意思 一沒有沒寫 等一下 到棉花鐵沒有 裡面的那兩個木頭是什麼 掌廁所的趕快喔 那個 結斷的那個 一個樹幹嗎 對樹幹 那個一個掌聲架而已 那個還沒做完 對 還沒有 裡面的掌聲還沒完成 對 不好意思 我剛剛的問題沒有問完 就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你說 這個 是 你對那個 巴黎島 他們的那個 很天然的 這些 建材來做 這些 建物 我剛剛很喜歡 非常喜歡 卡在 台灣沒有公益的人 也已經失常了 也不是沒有 就是說 那個部分呢 會耗掉我們太多的那個 預算 我沒有那個預算 做到那麼 手工的東西 那邊是 純手工打造 訂製的東西 我們要做的是 不是純手工 我們要做的是成衣 喔 我不是 我不想做手工的 我要做成衣 成衣就是 意思就是 它可以大量被生產 被製造 然後 對 但是問題 你也提到說 這個 這個 公益人才的 缺乏 缺乏 那我的想法是 有沒有可能 因為它 這是一個 創新的事情 因為我們本來有 可是沒有了 是凋零了 所以有沒有可能 經由你們的努力 去 把 國外的人才弄進來 傳承這個東西 那我們台灣的人不是傻瓜 他們 我們看到很多二代 三代的人 去 那個 傳承他們 以前 阿公 時代的 東西 然後發揚光大 也做得非常好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這樣一個 種子進來 由你們去 去 引進這樣一個 種子 來做 然後 也許把它 從實驗室 集的 這樣的 小規模的 去用你們的 竅逃弄 去給它想一想 怎麼樣把它 變成模組化 這樣的一個 想法 就是一個 產業的 一個新的產業的 發展 這是不同的問題 主要跟吃藥的問題 主要發生路線 跟吃藥發生路線 的問題 對 這塊其實有人在努力 有嗎 公益這塊是有人在努力 只是說 因為它一直都有 是比較弱而已 不是說完全斷 完全斷掉 是有 還是有人在努力 對 我們做法是比較不一樣 就是要 構造 要創新 都是一樣創新 對 我的意思是說 要搭配 絕不搭配 而不是 沒辦法全部走那個方向 是 因為很多 這些構法的做法 都要做過實驗 就是要做過一些 現代科學的實驗 確定它的性能 以後 我們才有辦法 確定一下 我的意思也是一樣 就是說用 全部都用剪裁 你可以看到我們 那個 我們 石板屋 也是幾些年都沒有 都沒有化 七百年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也是 可以用這樣的思維 還有 就是不會斷人 就是你這些 有這些文化的那個底蘊 其實都有的 我們其實是可以拿出來用 對對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住的房子 不是我住的房子 我看到我們鄰居的房子 他們的 他們的 篱笆就是竹子編起來的 然後土 土烘上去的 然後 那個 叫什麼 竹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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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牆 還有他們的那個 白色城市都是這樣 這樣 竹邊底人 磨土 然後再上示威 是是是 那 颱風來了以後 只剩下那個竹子留人 哈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 這是還是可以 可以思考跟努力的 當然可以 而不是說 你們這邊有沒有收集那個淤水 好嗎 好嗎